华林县府111年度三节生活物资发放 全县13厢正式展开 徐真卫27号来到复理、玉理、浊西、瑞穗进行发放 县长徐真卫表示 考量近期新冠肺炎 疫情民众一到现场即可随时领取 这是特别新增加码、口罩以及家用快筛试剂 并呼吁民众有不舒服的症状才要筛 阳性就一定要联络邻近的卫生所 民众有秩序的排队要领取今年的三节生活物资 县长徐真卫也亲临现场发送 并且考量肺炎疫情 这次加码发送口罩以及家用快筛试剂 县长也在现场拿起快筛剂 教民众如何使用 更是呼吁民众不舒服才要进行快筛 如果你有不舒服 头痛、发烧、流冰水、喉咙很痛 有这些类似我们的这个新冠的症状的时候 就塞一下 把那个棉花棒放进去的时候 你看很酸很酸眼泪要流出来 那就对了 然后就可以把快筛试剂 可以把它放到那个溶液里面 然后再倒到我们的检测盘 徐真卫说 当出现两条红线时表示阳性反应 这时候就要先打电话到卫生所来通报 护理人员会再告知下一步 民众不用慌张 就是我们相信这两个人要给卫生所 卫生所每一都有每一村的 护理师 他就会给你们联络 因为最清楚 但是你要跟卫生所说 你的这个心灵地址变化 然后村 哪一个村很重要 那这个我们的卫生 护理师就知道 你是哪一个村 他就会派哪一个村的这个护理师 跟大家联络 华林县政府 111年度三节生活物资发放 全县13个乡镇市展开 徐真卫27号来到 护理、玉理、卓西、瑞瑞进行发放 县长徐真卫说 考量近期新冠肺炎的疫情 民众一到现场 即可随时领取 这一次特别新增加码口罩 以及家用快晒试剂 并且呼吁民众 有不舒服的症状才要筛 阳性就一定要联络 邻近的卫生所 记者高双双 卓西域里采访报道